Hello大家好,我是神菊,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Alan Iverson Iverson出生在弗吉尼亞州的漢普頓 Iverson的媽媽Ann生下她的時候年僅15歲 Iverson小的時候生活環境非常不好 周圍毒品氾濫、暴力成災 連Iverson的繼父也因為吸毒被關了 Alan辛苦了打工賺錢 但家裡還是時常賣停水停電 而且Iverson的妹妹身患重病急需醫藥費 Iverson從小就展現極佳的運動天賦 他作為美式足球隊的四分位 還幫球隊贏得當地冠軍 同時他還幫助籃球隊獲得同樣的榮譽 像他這樣的球員已經有很多所大學對他送出推薦信 看似璀璨光明的未來 但他在一夜之間跌落了谷底 也就是著名的保齡球館事件 1993年2月14號晚上 Iverson和三名黑人朋友到附近的一間保齡球館打球 Iverson和他的朋友跟一群白人發生衝突 那時候Iverson的名聲傳遍漢普頓 Iverson被那些白人認了出來 隨後受到白人挑釁 現場直接打了起來 Iverson就了17歲被告上了法庭 但那一天有超過50人參與這場鬥歐事件 卻沒有任何白人遭到審判 最後Iverson被判處15年監禁緩刑10年 而且Iverson和他的朋友還被叫了暴徒暴名暴力集團 這場審判充滿了種族歧視 Iverson就在監獄裡面一直等一直等 等了4個月後 Iverson得到周董的特色 提早假釋出獄 但他出獄之後沒有任何一間大學感受他 母親跑去喬治成大學 找John Thompson教練 Thompson之前短暫的在賽爾提克打過兩年的球 就到了聖安東尼高中轉職當教練 Thompson在2020年8月30號去世 享年78歲 在我入讀喬治成大學前 不同的人對我有不同的顯眼 但教練反而對我一視同仁 甚至知道我是一個不接受約束的人 兒童虛我有多些自由 我會做到我應該做的 但絕不要他能多加干預 在喬治成大學兩年 場均23分、4.6助攻以及3.2超級 Iverson決定投入1996年NBA選秀 1996年的選秀可以說是最強的一次 像第五順位的Ray Allen 還有第13順位的Kobe Bryant 還有第15順位的Steve Nash 其他還有像是小O'Neal、Ansony Walker 還有Derry Fisher 狀元當然就是我們這部影片的主角 Alan Iverson 183公分的Alan Iverson 成為NBA史上最愛狀元 95-96賽季 Jordan帶領芝加哥公牛 打出72勝10負的戰績 但費成76人18勝64負 他們的戰績糟糕了 隨著Iverson的迎來 他還被取了一個綽號 The Answer 96-97賽季 76人的戰績有稍微進步一點 Iverson的第一個賽季 曾連續五場拿到40分以上 並拿下92-97賽季 NBA最佳新秀 但球隊戰績還是揚懶 於是把總教練換成Larry Brown 在Larry Brown的幫助下 Iverson一場均26.8分拿下得分王的抽選 並進入年度第一隊 接下來的99-00賽季 Iverson跟教練Larry Brown之間的關係急速惡化 並要求將他交易 但最終Iverson沒有被交易 反而跟Brown經過暑假的一番長談 關係也大幅改善 00-01賽季開始前 Iverson一改以往訓練遲到了習慣 藉於鼓勵士氣 並決意要帶領76人更上一層樓 而Brown為了將Iverson的進攻能力 發揮了更徹底又不妨礙到團隊 首先76人把攻擊型的後衛一一送走 重用防守型後衛 把身高只有6匙的Aaron Iverson該打得分後衛 果然76人在開季取得十年勝 以東區第一的姿態進入肌肉賽 Iverson業一長均31.1分 3.8個籃板 4.64助攻 以及2.5次超姐 還有0.3個主攻 成功拿下聯盟MVP Iverson在上台接受頒獎前 不停的問Brown教練到底在哪裡 在發表感言的時候 Iverson說 這MVP獎座是要奉獻給Brown教練的 隨後指責自己的朋友、隊友以及家人 Iverson在76人的後期 球隊未能延續強勢 雖然Iverson的個人數據依舊亮眼 但球隊的成績卻逐年退步 01-02賽季 Iverson再次奪得得分王的頭銜 但Iverson缺席球隊訓練 因其Brown的不滿 兩人的關係又再度二化 Stay Rebound02-03賽季結束後 轉任底特律活塞總教練 Iverson也在2006年12月20號 被交易至丹佛金塊 當時丹佛金塊擁有Camello Anthony 天瓜和戰神組成了一支丹佛黃金雙槍 雖然這段期間丹佛金塊的戰績不錯 但是不如球迷預期的那樣 Iverson就在2008年被交易到迪特律活塞 Iverson在活塞隊時期 因為3號已經被Roderny Staggy傳去了 所以逼不得已只能P上1號球衣 94-9賽季 活塞隊在季合賽第一輪 就被騎士以4比0很少出局 而盡快卻是殺到西區冠軍賽 才被胡人隊擊敗 2009年 Iverson和灰熊簽了一年的合約 Iverson表示 上天選擇了曼菲斯作為繼續有職業生涯的地方 但灰熊隊只願意讓他當替補球員 但Iverson想當先發球員 於是灰熊將他釋出 之後傳出他將加入尼克隊的消息 但最後尼克隊放棄簽他 2009年 Iverson回到自己的勞動家 廢成76人 由於19歲的新秀Ju Holiday 較缺乏經驗 76人的經理便決定找回Alan Iverson 來填補後場空缺 2013 10月30號 Iverson與76人組場開幕戰 正式全部退休 2014年3月1號 Face76人組場迎戰華盛頓務司 正式將Iverson的3號球衣退休 Iverson的生涯數據 24368分 3394個籃板 5624個助攻 東外西科南邁北卡 Iverson Coby Migredi Carter 每一位都是身懷絕技 尤其是Iverson的Crossover 他的左右手並用 絕佳的控球技術 讓防守者誤以為他向控球手方向突破 其實是要將球轉向另一隻手 他經常以速度配合Cross下運球突破防守球員 進而將球送入籃框之中 Iverson能夠向左右兩邊突破然後得分 對方很難猜測他要從哪一個方向切入 退休後的Iverson經歷過破產風波 Iverson贏在2016入選名人堂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你也不能質疑他 因為他就是 答案